現在建成在一七二三年齁 那在建成的隔連呢 那當地的支線呢就開創了我們整個開花寺 所以開花寺是彰化寺最早的一間寺廟 那距今已經299年 那也是我們的限定古期 那也是我們當地人齁 一個不分族群的一個信長中心 那開花寺呢主寺是我們的觀世音菩薩 那每年呢觀世音菩薩都有三個重要的紀念日 那分別為我們的誕辰紀念日 還有德道紀念日跟承道紀念日 那明天呢6月19號就是我們的觀世音菩薩的得道紀念日 所以彰化寺公所呢會特別舉辦的相關的慶典活動 所以明日的上午8點半到12點就會有免費的安排 免費的綜藝一整還有免費的整部推拿 那於上午11點上宮大典結束後呢會發辦我們的壽陶 來給我們的信眾接援 那也提供給我們的信眾來 信眾來共睦神恩福祉平安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邊歡迎邀請大家的民眾來踴躍參加 那我們今年呢特別跟為了發揚我們整個菩薩的救人救世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特別與華山基金會來合作推出我們的公益募款的一個活動 所以只要呢捐款呢就可以免費獲得我們由菩薩加持過的一個開花式的一個小蛋糕一份 那歡迎大家來踴躍參加啦 那也最後呢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支持這樣子 然後那我們配合這次開花式觀世音菩薩神道日的活動 然後讓更多我們的信眾也好 我們彰化式的市民朋友可以一起來參與公益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在8月5號早上的活動就是 只要我們的信眾還是我們市民朋友到我們的開花式的門口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捐50塊以上 就送一個開花式限量的一個小蛋糕 然後還有捐5張發票以上做公益的發票 然後就可以獲得一個開花式的限量的相分卡 那都是限量的這樣子 在8月12日和公益的捐50塊 我們在11月2日和中國開花式的閃園 真的是… 給你來,小我,小我,小我 好嗎? 很久以前 就是你去開花式的閃園 那都是甚麼 我繼續以為 我變成小有一堆 你這樣是一個 sabe 我直接來開花大小的芬 我來說很做得很高